黃髮這邊也是一樣這樣黃 接著我們就要來打這個底角 我們要來打這個底角 你先把這個代底的中心 你先把它握好出來 把它握好出來 把它握好之後 把它握下去 握下去 握下去之後 我們用做針 這個中心 要去握 握在你頭部有這條的中心線 你要握好 這裡 這裡中心 縫合那條線要握這裡 你握好之後 這支點要握好 你不能握握 握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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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拿一個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好了 用圈筆來握 我們這個大的包包 打底角 這整個角的快速是4公分 小的 包包像這個是小的 對不對 就是只有3公分 大的是4 這個小的是3 好 那呢 4的話 你就是 你讓你的 2的地方 對中心 然後你去握這樣子 然後你2 對對 然後你就看 2 然後呢 放這邊 按 你會看到 按 好 這樣子 0到2 2到4 然後呢 然後呢 2到4 這樣子 跳起來 這邊的寬度就是 4公分 好 好 然後呢 這一邊 你剛剛 已經有畫在你中心了 對不對 好 這個地方 也一樣 0到2 2到4 你也要畫起來 這邊你也要畫 握好 握好 握好之後 你在呢 打呢 兩條線 對 有打 然後呢 你在縫的時候 我們就是 你這樣子 然後開始縫 好 你看 縫上下 我們兩邊都畫線 就是 為了要怎麼樣 縫上下 你才能夠 這邊看到 這邊的線 好 啊 這個地方 也是要縫兩次 好 這邊 就這樣 這邊就安心 就安心 因為你這個時候 因為它已經很厚 所以你 如果呢 要用 半回針縫的話 你開平 所以我們就用 上下針的方法來 平針 對 半回針平針都可以 這樣才平起來 好 就這樣 縫到這邊也是 回針兩次 打結 打結完之後 先不要剪斷 拿過來 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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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